有很多人认为 小日子现在人民都活不下去了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尽管日元贬值得根本不成样子 一泻千里 但是只要控制住物价 大家的生活该怎么样还是怎样 毕竟在日子 你只需要花费日元就可以了 贬值不贬值并没有太大关系 但这也仅仅局限于普通人而已 稍微有点闲钱的都亏成了狗 这也是由人们收割小日子的远离 并不会真的让这个国家崩溃 仅仅是贬值而已 说白了就是一个数字游戏 可千鹿集团出手 联动桑巴国的沉重一击 才是击溃日子的关键所在 让整个小日子最顶层的富豪们 资产瞬间一夜清零 再加上对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调控等等 物价处于无法控制的情况 才让这个国家呈现如此凄惨的模样 就在物价飞速上涨 人们马上就要活不下去的时候 杏子公主出现了 她动用皇室的底蕴 其实是千鹿集团 用一系列经济手段或采购 或直接发放给民众 让一部分家庭率先脱离了被摧残的窘境 他们便成为了皇民党的忠实拥躬 尽管国家高层们都知道 杏子公主和郑谦的关系 但普通人并不知道 所以她现在呼声极高 郑谦卷 气手很好奇 假如有一天 小日子们知道了杏子公主和您的关系 到了那个时候 您准备怎么办 美妇人林小路堂鼓 一边给郑谦等人倒查 一边若有所思地问道 看着电视画面中的杏子 她实在是想不通 郑谦为何就如此信任这个素位蒙面的公主 更重要的是 连疯姿这种女魔头都被降服了 郑谦拍了拍疯姿的大腿 示意她解答这个问题 疯姿脸色微微泛红 眉宇间荡漾着淡淡的杀意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好解决 我已经准备好了 最少一百种方案来应对 绝对不会有问题 如果最近就出现的话 嘿嘿 林小路堂鼓小姐 你绝对会想不到 我会怎样去应对 尽管疯姿说话的声音很轻柔 但很多人都感觉到了不同寻常的意味 尤其是距离他们最近的 同样跪在旁边进行服侍的林小路飞鹰 她悄悄打量风姿 总感觉身上有着莫名的气场存在 虽然她知道风姿并不会武功 更没有练过担当 可是她仅仅是坐在那里 就让人有种时刻很深的压迫感 也就是郑谦 魏如斯还在场 如果只有风姿一人 她可能大气都不敢喘 话又说回来 郑谦君 其实一直有个事情 我很在意 美妇人林小路堂鼓成音片刻 坐着眉头说道 恕我直言 导致千岁这孩子 虽然从开始就展现出了不俗的天分 但 并没有后来那般经验 自从后来去酒局一派交流学习 又去了皇家武道馆后 她就忽然觉醒了 心眼 我觉得 其实 这也是郑谦为什么来此地的原因所在 她并不是来选新妃子的 听到皇家武道馆时 郑谦微微皱起眉头 点了根烟 她在酒局一派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这点我在安倍智柔那里确认过了 一切正常 只是去了大竹音昭那里 似乎发生了什么 这件事 郑谦也开诚不公地问过导致千岁 但是她似乎什么都不记得了 尤其是不记得自己何时拥有的心眼 她只记得 那时候她的父亲似乎就开始变了 竭力让她隐瞒自己拥有 特殊体质得事情 而且没过多久 道之薄牙就因为一场意外事故惨死 布了她母亲的后尘 道之千岁 记得的事情就是这些了 在提到大竹音昭时 林小璐唐谷的脸色 出现了片刻不自然的苍白 她下意识地捂着自己的胳膊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 郑谦眉头一跳 递出手来 轻轻点向她的额头 瞬间 那种紧绷的感觉 窥然消散 她 侵犯过你 郑谦若有所思地说道 她的声音很轻 几乎捏成了一条细线 只有林小璐唐谷能够听到 她微不可查地点点头 又摇了摇头 咬着嘴唇说道 大竹音昭并没有得逞 不过 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罢了 郑谦眉 我认为你一定要警惕她这个人 说着 林小璐唐谷又认真地重负一遍 虽然大竹音昭长大后 继承了辉树原老师的衣钵 成为了皇家舞蹈馆的馆长 又是日子舞蹈协会的会长 德高望重 但是 我总感觉她的骨子里 似乎不是那么安分 若是你想要让性子上位 必须要排除掉她这个隐患才行 闻言 郑谦深深吸了口烟 不知道在想什么 事到如今 已经很少有人能在郑谦的面前说谎了 她在单道的修行上 已经来到了入微的程度 人只要一撒谎 生理特征会自然出现改变 或者是血液流速加快 或者是汗腺开始分泌等等 她都能够第一时间捕捉到 小主 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后面更精彩 所以 林小璐唐谷并没有撒谎 更有趣的是 郑谦知道 林小璐唐谷是 嫁过来后才改的名字 随了夫姓 但 她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厨子 当然 这指的是身体上的特征 而不是心灵 可是林小璐唐谷看起来 根本不像是个未经人士的女人 简直就是个少妇 这也是 她带给郑谦的第一印象 美妇人 渐渐 天色向晚 月上枝头 月明星熙 月晕 晕开了夜晚温柔的天空 魏如斯 凉雪衣 许淑云 早已沉沉睡去 他们太久 没有和郑谦互动了 在老公进化之后 不由得也要适应适应才行 现在已然没有了再战之力 尽管郑谦可以强行把他们唤醒 可终究还是心疼 只能任由他们睡去 唯有 风姓还在悉心清理 她也真的很累了 被摧残的 仍然微微颤抖 可还是坚持着 难得郑谦和她两个人独自清醒 身边也没有安倍智柔那个死见人 绿茶婊 她不想要这么快睡过去 她尽可能的 贪恋和郑谦单独在一起的每一秒 清理完了 就不要一直清理个不停 你不怕我来的兴致 把你搞死吗 郑谦抚摸着风姿的脑袋 不禁笑着问道 风姿摇了摇头 还在认真工作 她的表情 是这般虔诚 月光洒下 在她的腰窝流淌 好似九天之上的银河之水 荡漾着她最为柔美的曲线 这一刻 郑谦 终于在心里对风姿产生了 某种异样的情绪 不再是看待玩具的眼神了 就像魏如斯说的 风姿啊 爱郑谦爱的 实在是太卑微了 滴到了尘埃里 卑微的 可能很难很难像的正常女孩那样爱人了 郑谦没有在任由风姿继续清理 而是直接将她提起 抱在了怀里 两个坦诚的人 在此刻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这样安静待着 风姿却感觉愤外惶恐 因为此刻的感觉是那么不真实 她狠狠咬着指甲 你在干什么 郑谦皱没拨开她的御手 再咬下去 就要碎了 风姿摇了摇头 已经开始哭了 我是在做梦吗 你居然这样抱着我 郑谦叹了口气 捏着她的下巴 温柔地说道 风姿 你不用一直这么没有安全感 我可以答应你 千鹿集团始终会给你留个位置 所以 不要再哭了 答应我 好吗 嗯嗯 呜呜呜呜呜 风姿一边哭着 一边笑着 紧紧攥着武器 再也不想松开 第二天一早 郑谦终于告别生蚝受私了 林小鹿家的伙食 还是很好的 只不过 每个人看向她的眼神 都充满了难以言语的复杂 那些小姑娘们的脸上 都带着淡淡的红韵 尤其是林小鹿飞鹰 她这回更不敢看郑谦了 一直低着头吃饭 天呐 她们难道都一点没有顾忌的吗 这里可不是在她们家里啊 魏如斯的吟唱 真的太销魂了 甚至一度让林小鹿飞鹰 怀疑人生 未经人事的她 一时间竟然分辨不清楚 魏如斯到底是真的很舒服 还是说她特别痛苦啊 还是说 痛病快乐着 倒是这些女人里面 表情最正常的 就是林小鹿堂鼓了 她始终保持着那份温柔 像个热情的女主人一样 招待郑谦等人 就好像昨天晚上 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 就是梁雪衣 多少还是有点害羞 魏如斯 许淑云也很坦然 反正和老公在一起 又不是偷情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更不要说 林小鹿家都是女孩子 真的不要太自在 郑谦 难得来一次东京 今天我让林小鹿飞鹰 和林小鹿有戏招待你们吧 虽然这里比不得 九州好山好水 倒是有很多地方值得一线的 林小鹿堂鼓温柔地说着 她庞扶就是温柔的化身 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笑意 跟郑谦说话也无比客气 总是鞠躬欠身 郑谦摇了摇头 笑着说道 我来东京 倒是有很大的原因 想要献一献大烛阴招 日子有点能耐的人 我都献过了 唯有此人一直对我避而不见 总要看看是什么货色 说着 拍了拍风姿的屁股 走吧 嗯嗯 风姿连忙蹭地一下起身跟上 魏如斯看着她激动的神情 也不由得微微叹息 直到郑谦和风姿渐渐走得远去 她这才苦笑着说道 本来她当初在美丽间算计我 把我给弄进去 我真的恨死了 可是 哎 怎么说呢 看她爱咱们老公 爱成了这个鬼样子 甚至还把青梅竹马给弄死了 生怕老公不要她 我真的是 有点恨不起来了 文言 梁雪衣和许淑云相视一笑 梁雪衣勾着魏如斯的胳膊说道 思思姐姐最是心软了 风姿倒是也挺可怜的 今天去献大竹阴招 魏如斯他们倒是没必要跟着 已经和日子内阁大臣见面会上 解决了难题 他们实际上来到小日子的作用 已经结束了 在林小璐家的道场 既可以休息 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安全保证 不必让郑谦担心 同样跟着他的 除了风姿之外 还有林小璐飞鹰 他的作用主要是向导 郑谦 我们到了 很快便抵达了日子 祈愿总部 经过了残酷的选拔 今年日子的怨声中 只有三人成为职业棋手 今天 正是这三个人之中的表现最优者 在迈向职业棋手生涯之前 参加的一场 具有表演性质的仪式赛 这位15岁的少年 名叫小西早剑 以全胜战绩成为了 今年怨声的代表 他甚至成为了 目前小日子某种意义上的精神寄托 有很多人拿他和炮菜国的 身真衣去比较 而这场仪式赛 本来是让日子 拥有头衔的顶级高手来应战 而且 还要让几个子才行 但今天 小西早见要面对的人 却是大竹英招 所以 媒体们也都非常期待 大竹英招 也是九段高手 曾经是 十段头衔的拥有者 只不过后来淡出奇谈 专心舞蹈 后来没有继续参与头衔战 这才淡出了围棋界 也失去了十段的头衔 但 没有人怀疑 大竹英招的实力 由他来担任世金时 倒是也没有问题 这次是受到奇院的热切邀请 几次三番上门恳求 才最终请动 大竹英招出山的 而真正吸引他的 还是这位叫做 小西早见的孩子 此次 当真是奇力惊人 甚至大竹英招 还想要不让子 以分线的形式 堂堂正正下棋 早在出门之前 大竹英招就沐浴更衣 难以按耐内心的情绪 似乎 就连他都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的激动 究竟是为了 这个小西早见 还是 有别的什么事情 今天 肯定会发生点什么 此刻 他已经来到了一世赛场的 幽玄之间 静心等候少年的到来 有着林小璐飞鹰的身份 郑谦和风姿 进入到奇院内 倒是没有经过任何阻拦 其实 即便没有林小璐飞鹰 也没人拦得住他 郑谦此举 只是不想闹得太大而已 林小璐在后面紧紧跟随 不知道郑谦为什么要来这里 难道 他也对这位小西早见 很感兴趣吗 郑谦君也会下围棋 不对 他可能是为了大猪鹰招来的 他微微闭上双眼片刻 随后说到 三楼走廊尽头的那个房间 就是仪式赛的地方 林小璐飞鹰微微一正 和工作人员确定完之后 连忙说道 没错 正千句 那个房间叫做幽玄之间 也是日子祈愿最顶级的对异室 幽玄之间的四个字 也是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川端康城亲笔手书的 是日子所有棋手心中的圣地 一般只有在棋圣 名人 本音方等最顶级赛事实才会启用 说这些 林小璐飞鹰还觉得有些自豪 正千对这些倒是没有兴趣 他深深吸了口烟 信不走入电梯 淡然道 好 我们就去那里 嗯 林小璐飞鹰一愣 倒也还是赶紧跟了上去 还没到幽玄之间 才刚刚上楼 就能感受到十分异样的气压 系统提示 要不要买围棋秘籍 正千 不需要 谢谢 系统提示 可是你不会下围棋 正千 我不需要会下围棋 系统提示 那你要如何装逼 正千 呵呵 逼王自有办法 这位名为小溪早见的少年 有多么传奇 居然都能够惊动大竹鹰招亲自前往 来进行新出段的特别指导棋 他今年15岁 并不是历史上最年的棋手 甚至在这个特别考验天分的赛道里 显得有些年纪过大了 但 他在一次线下交流赛里 却一名惊人 备受瞩目 那时 正是三金财团赞助的 某次祈祷品监会 特别邀请到了风投最近的九段高手 年仅22岁的昊三 因为昊三已经是很有名的职业棋手了 今年也很有可能拿下一个头衔 本来只是在品鉴会下指导棋 可万万没想到 居然被小溪早现以刀霸武 杀得丢盔卸甲 颜面尽失 什么是刀霸武 可以说是入门级别的死活棋 九段高手被15岁少年 以这个棋形斩杀 真的可以说是近乎于羞辱了 在见识了这局棋的复盘之后 恐怕也是惊动了大竹鹰招 让他来亲自对异的关键所在吧 更有趣的是 他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在此子的身上看到了一个不存在的影子 虽然很年轻 可下棋的时候 却彷復背后站着围棋之神 因为今天这场新出段的仪式赛 棋院里本该聚集很多媒体 记者等 但大竹鹰招更喜清静 于是乎并没有往来的喧嚣 只是在玄幽之间里 安排了两名记者 大竹鹰招坐在踏踏米上 闭目养神 等待着这位少年的到来 幽玄之间内的人并不多 但他们因为和大竹鹰招 共处一室的关系 多少感觉到了强大的压迫感 谁都不敢说话 面面相觑 倒是有些后悔被允许进来了 太可怕了 不愧是日子实战派第一的武道家 这种压迫感实在是太过强大了 大竹鹰招阁下 话又说回来 之前祈愿邀请您来过很多次 但是都被拒绝了 为什么 这次原因把荣利林 难道 您真的很看好小西早见 日子祈愿的院长 麻生森男努力寻找着话题 大竹鹰招 还是没有睁开双眼 他微微汗手 这位小西早见 真的很有趣 我在他的身上 似乎感受到了 古代骑圣锦上英硕的影子 我看过小西早见的一些围棋比赛 起初他拿棋子的方式 像极了初学者 但 却击败了诸多高手 就彭扶他身后有人教他下棋式的 伴随着他接触围棋的时间越来越长 拿棋子的方式 也就越来越专业了 棋力也变得更位身后 就好像是古代的骑圣锦上英硕 学会了现代的定识 大竹鹰招缓缓开口 说出来的话 却是那么石破天惊 麻生森男神情一阵 忍不住脱口而出 这 这怎么可能 哈哈哈哈 大竹鹰招笑了笑 缓缓说道 当然不可能了 但我却对此子 更加好奇起来了 这么有趣的年轻人 我当然不愿意放过了 森男 你觉得 嗯 就在大竹鹰招侃侃而谈之时 他忽然闭上了嘴巴 因为 他感觉到了某个不同寻常的人物到来 此人的出现 就彭扶是被丢入水中的石子 泛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渐渐的 这股涟漪变成了惊涛骇浪 朝着自己疯狂席卷而来 嗯 大竹鹰招闷哼一声 他坐下的踏踏米居然开始军裂 咔吱 就在这时 那个人来到了他的面前 郑谦叼着烟打开了幽悬之间的门 直接顺势坐在了大竹鹰招的正对面 嗯 你是谁 什么人就被放进来了 小夕早线呢 就在郑谦推门 进入之际 除了大竹鹰招之外 所有人都梦了 日子某些人只是听说了郑谦的名讳 但真正献过他的人 却少之又少 只有那些财阀权贵高层们 但 大竹鹰招却知道 近来的人必定会是郑谦 因为从他来到三楼的那一刻起 就感应到了郑谦的气息 大竹鹰招的脸色十分阴沉 他想不明白 自己已经屡次向郑谦示弱了 为什么他还是要来找自己 哪怕是自己来日子祈愿 他还是要过来 破坏自己和小夕早间的棋局 不得无理 林小璐飞鹰对着麻生森男等人立合 他们不认识郑谦 风姿 可是却认识林小璐飞鹰 这位美少女不只是林小璐家 至新武道馆的代表人物 更因为她也酷爱围棋 所以在这里学习过 这时候 他们才看清 原来林小璐飞鹰 一直都跟在这个少年的身后 他们 想要做什么 这时 一个中年人 擦着满头大汗 跑了过来 艰难地说道 院长大人 刚刚他们进来的时候 我就想要跟您汇报了 起初我只是 以为林小璐小姐 是想要观战 却没想到 居然一路来到了这里 也因为今天新出段 是由大竹英招前辈亲自面试 遣散了很多工作人员 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麻生森男皱着眉头挥了挥手 随后将目光定格在了郑谦的身上 他虽然不认识郑谦 却能够感觉到 这件事因郑谦而起 林小璐飞英 对他如此尊敬 就连他身后跟着的风姿 都是一等一的角色大美女 顶级的黑丝眼镜娘 皮肤好到不行 这样的少年 应该不会是普通人 又看了看端坐不语的大竹英招 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他低声询问 大竹英招会长阁下 这个少年 您 认识 没等大竹英招开口 郑谦就笑了笑 堂而皇之地 坐在了大竹英招的对面 点了根烟 缓缓说道 我们神交已久 今天总算是见面了 大竹英招 你就这么怕我 郑谦说的是汉语 但 在场大部分人都能听懂 大竹英招从郑谦进来开始 就微微捶着脑袋 他紧闭着双眼 似乎是不想要看此人一眼 直到郑谦坐在了他的面前 大竹英招这才抬起眼皮 淡淡地说道 郑谦君 幸会 果然 有问题 从大竹英招的脸上 似乎看不出 多少对于郑谦的恐惧 若是他此前一只高挂冕战牌 是出于对郑谦实力的恐惧而退让 起码 这会从他的表情来看 应该是假的 我几次三番派人 来向你下战说 你总是退避三社 不愿与我见面 可你越是如此 我就越是 想要谢你 作为日子实战派第一的高手 我不会一会就这样回去 有点不甘心 他的谭言辉 郑谦笑眯眯地 直勾勾地盯着大竹英招 除了后者 在场没人感觉到郑谦身上的压强 从他将这股深沉的压迫感 外放之时 也一直仅有大竹英招感觉到了 这也是郑谦有意而未知的 不然若是将自己 担到的压迫感 尽数笼罩 他们怕是 早就集体晕厥过去 若是没有了观众 今天这一局 可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但是 见郑谦坐在这里 麻省森男更忍不住了 他迟疑地看了看林小璐飞鹰 随后说道 大竹会长 叫你郑谦君 你 我虽然不认识你 可今天是我们新出段的仪式赛 还希望你能够暂时离开这里 不要影响到我们 麻省森男已经尽量说的客气了 但看到郑谦一点 都没有要走的意思 甚至还在幽玄之间点了根烟 这就让他几乎抱走了 这里可是日子齐界的圣地啊 在这里 不知道诞生了多少个历史明局 此子到底想要干什么 郑谦却根本没有要理他的意思 林小璐飞鹰同样非常好奇 难道郑谦坐在这里 是真的想要跟大竹英招对弈 想到这里 他甚至隐隐然有些期待起来了 安静地和风姿坐在郑谦身后 看向郑谦的眼神 充满了异样的神采 郑谦君难道除了是舞蹈高手之外 还是围棋高手吗 风姿现在的情绪淡定许多了 隔在几天之前 要是有哪个女孩敢于这样看郑谦 她恨不得直接上去猛抽巴掌 但是 但是自从昨天晚上 郑谦抱着她欣赏月光之后 她就隐约发生了一些改变 安全感 对 就是拥有了许多安全感 似乎不是那么担心 郑谦会因为有了其他女孩子 而不要她了 大竹英招 在你们新出段 仪式在开始之前 先跟我来一句吧 说着 郑谦便夹起一枚黑子 放在了棋盘正中间 咚 虽然在旁人听起来 只是非常清脆的落子声 但 大竹英招的观感 却并非如此 庞扶依稀之中 听到了战鼓震耳欲聋的声响 直接砸在了她的心脏之上 激烈回荡着 她能感觉到 郑谦并不会下围棋 而且郑谦来不是下棋的 仅仅是第一步 就开始让大竹英招 感觉压力不断上涨 可想而知 郑谦此刻开始每落下一步 都会将这股压力递增 让她的气血阻塞 让她因为这巨大的压力 崩溃致死 但 大竹英招真的不想要退缩 她是真的很想 很想和小夕早间对弈 同样的 大竹英招 也被激发了一些舞者的血性 她也想要通过这一局棋 来看看自己和郑谦在舞蹈上的差距 到底几何 于是念及此处 大竹英招也夹起了一枚白子 点在了棋盘的角落 紧紧地盯着郑谦的双眼 年轻人 既然你想要试试老夫的深浅 那就给你露一首好了 出手天元 麻生森男都要疯了 本来就不知道 郑谦是什么人 在这里的用意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 她这出手天元 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虽然围棋发展到现在 还是有人第一手走过这里 并且诞生明局 可是 八个 就算是你再厉害 是九桌围棋高手 也不能影响我们的仪式赛吧 就在麻生森男按耐不住 准备继续劝诫郑谦的时候 林小璐飞鹰敷着眉头 原本娇嫩的脸庞 布上了一层淡淡的冰霜 盯着麻生森男说道 麻生老师 虽然您教过我围棋 今天 此时此刻 希望您能够闭上嘴巴 同时让你旁边的工作人员 也保持安静 就让郑谦决 和大竹鹰 招下完这盘棋吧 麻生森男 就算是 再怎么对围棋虔诚 看到林小璐这样的眼神 也不太虔诚了 谁都知道 这位美少女 可是真的杀过人的 她看着千娇百妹的 毕竟啊 也是林小璐家的人啊 于是 麻生森男咬牙点头 随后对身旁的人低声说道 你马上出去安排一下 如果小夕早见到了 就领到隔壁的房间里休息等候 等 等他们这局结束 再让记者们进来 嗨 左右工作人员连忙出去 此刻 在这幽悬之间内 仅剩下了他们五个人 麻生森男 大竹鹰招 郑谦 风姿 以及林小璐飞鹰 其实 作为祈愿院院长的麻生森男 也非常好奇 居然敢于直接上来 挑战大竹鹰招 这位九州 棋手 是什么来头 更重要的是 他隐约发现 大竹鹰招似乎 在气势上 落了这位少年一头 这也是让他闭嘴的原因 不只是因为林小璐飞鹰的威胁 更是此刻大竹鹰招 所表现出的态度 他 好像对于这位少年 也是充满了忌惮 能够让小日子 目前单挑第一的男人 露出这个表情 已足够说明问题 既然郑谦君有这个雅性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大竹鹰招落子之后 直勾勾地盯着郑谦的双眼 郑谦嘴角微微翘起 随意拿起一枚黑子 又重重地落在了棋盘之上 他从始至终都没有看棋盘一眼 而是始终直视着大竹鹰招的瞳孔 脸上带着莫名的表情 咚 又是这般深沉的声音响起 大竹鹰招的眼皮跳了跳 就好像 这枚棋子 是落在他的心脏上一样 果然 郑谦不是来下棋的 这一手的后劲太大了 如果说第一手下完之后 大竹鹰招 只是感觉到了压力倍增 但是这第二手下去 那股压力就成几何倍数无限上升 以至于 他产生了片刻的尸神 恍惚 错觉 后背 早已经被冷汗尽湿 身体有些摇摇欲坠 可怕 真的是太可怕了 尽管 他已经足够高估郑谦的真实实力了 但是在此时此刻 他认为 自己还是低估了 前段时间的战斗 除了九局一派内战之外 郑谦始终没有出手 所以 大竹鹰招可供参考的资料不多 可即便如此 他认为 也足够高估郑谦了 但是没有 仅仅是从这两步棋就能看得出来 郑谦实在是深不可测 大竹鹰招的手指 甚至开始微微颤抖了 他夹起来了一枚白子 却因为手指的颤动 又让棋子掉落回盒子里 他定了定神 强行运转气血 才又夹了起来 却只是将手停在那里 迟迟无法落在棋盘上了 星 出手天元 第二手星 麻生森男感受不到郑谦的压迫感 所以他的注意力 更多集中在棋局上 他发现 郑谦居然第二手下在了这个位置 简直是刷新了自己的三观 似乎真的没有陷过 如果这个时候 旁边有计算胜率的AI 肯定会显示郑谦无限趋近于灵 但 为什么大竹鹰招 却表现的是这么的如灵大敌 甚至手臂颤抖得这么厉害 第二步居然掌抖了这么久 还没有决定走哪里 灵小鹿飞鹰这时候也明白了 郑谦不是来下棋的 可能够让大竹鹰招这般反应 也同样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之外 郑谦居然这么厉害 让他抖成了这个样子 大竹鹰招 你难道这么猜吗 第二手要考虑一年吗 郑谦深深吸了口烟 笑眯眯地说道 大竹鹰招却没有力气回答了 他憨如雨下 郑谦的压迫感实在是太过于可怕了 比他想象的要可怕百倍 但是 大竹鹰招还是没有放弃 他不愿接受这个现实 不愿相信自己 仅仅能够走两步棋而已 如此想着 他的左手紧紧攥住右手 强行将那枚棋子落在了棋盘之上 那一刻 大竹鹰招 不免感觉有些如释重负 我终于又抗住了一步棋 咚 但 还没等他做好接下来的心理建设 郑谦的第三步棋就已经到了 只见棋夹着黑子 直勾勾地盯着大竹鹰招 又是重重地落在了棋盘之上 听到棋子敲击棋盘的声音 大竹鹰招原本刚刚建立好的心理防线 窥然崩溃 他紧紧捂着胸口 无锡似乎越来越困难了 真的很难想象 还没有和郑谦交手 还没有战斗 居然就感受到了 这一般恐怖的压迫感 若是真的和郑谦站在擂台上 自己又能够坚持多久呢 还好 还好他黑眉有意识到 导致千岁和自己之间的关系 可还没等到他松口气 郑谦带来的压迫感 终于抵达巅峰 破 大竹鹰招居然按耐不住 吐出了一口鲜血 嗯 也就是在此刻 郑谦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而大竹鹰招 却再也无法继续棄局了 三步 郑谦仅仅用三步棋 便结束了战斗 出手天元 第二手星 第三手三三 这就是郑谦 在与大竹鹰招对异时的路数 麻生森难猛了 他起初以为郑谦是什么高手 可见到这诡异的布局就知道 郑谦或许并不会下围棋 只是让他不解的是 为何大竹鹰招如此如临大敌 就好像是面对此生最大的劲敌一样 浑身颤抖 每一步都下得如此艰难 似乎是用尽了全身的所有能量来对异 直到郑谦走出了第三步 大竹鹰招终于再也无法承受那恐怖的威压 他直接吐出一口鲜血 喷在了棋盘之上 他艰难地捂着胸口 大口喘着粗气 彭腹有一块巨石压在身上 不 不是巨石 而是一整个巨大到难以言喻的五指神山 眼看着大竹鹰招就要直接过去 就在这时 嗯 郑谦感觉到了奇异的波动 他似乎终于知道 为什么感觉大竹鹰招不对劲了 今天来到幽玄之间 也并非郑谦一味的临时奇异 而是想要选择这个对方无法拒绝的对异之地 进行一场压力测试 大竹鹰招在濒临崩溃之际 郑谦似乎在他的身上 看到了两个人 不只是大竹鹰招自己 而是似乎 他的体内 还有着另一个人的灵魂 最重要的是 那个灵魂不像是男人 更像是女人 郑谦在这一刻 也不禁有些怀疑人生 他正正地看着大竹鹰招 脑袋开始飞速运转 本来郑谦是认为 大竹鹰招在背对着自己搞什么小动作 万万没想到 居然发现了这个巨大秘密 不可能 这不是第二人格 就好像是他体内住着一个人 饶势见多识广 遇到任何事情 都不会有什么情感波动的郑谦 都不由得感觉到 好一阵的头皮发麻 手指微微颤动 这个发现 似乎颠覆了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 他感觉 好像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他感觉 这个人格与界气息 自己有些熟悉 彷彿是他认识的人 不 又不全是 而是在某种意义上 有着血脉的关联 这一瞬间 郑谦又想到了 去找燃美莲那天的事情 他将那个看似是老管家 实则是少女的人带走后 利用伤容烟的特殊能力 终于让此人口吐真言 讲出了燃家的心命 他说 他说 燃美莲在年轻的时候 献过静鹿 对 他是在毫无意识下 被伤容烟支配着说出的实话 绝对不是杜撰 言之凿凿 燃美莲也非常笃定 郑谦起初认为 这是他们在胡言乱语 万一 万一这是真的呢 万一燃美莲真的见识过静鹿 或许不是真正见到静鹿本人 而是类似于大竹英招这种情况 郑谦有强烈的预感 大竹英招体内的这个人格 或者说是灵魂 绝对有非常熟悉的感觉 不只是自己认识的人 而且他可能还见过 到底是谁呢 嗯 风姿从始至终就没有怎么看齐 而是乖巧地跪坐在郑谦身后 始终将一门心思 全都挂在了主人的身上 他也是第一时间 发现了郑谦身上的异动 风姿关心郑谦 甚至远远要超过了自己 郑谦稍微有点不对劲 风姿就紧张得不行 他真的好想第一时间抱住郑谦 紧紧攥着粉拳 主人 主人他到底怎么了 也正因为郑谦的内心 出现了怪异波动 以至于原本施加在 大竹英招身上的压迫感 居然也开始渐渐消退 他大口喘着粗气 就彷復是溺水的人 终于爬到了岸上 他瞪大双眼 紧紧盯着郑谦 妈的 郑谦 是不是感觉到了什么 不会吧 我最大的秘密 不会被郑谦发现了吧 而且 郑谦也实在是太可怕了 没有真的动手 仅仅是凭借这股 丹道的压迫感 就足以让我自己崩溃 走火入魔 气血紊乱 他的修位 怕是已经堪比生死玄关了 丹道 丹道 这就是九州的正统丹道吗 他神色骇然 紧紧盯着郑谦 脑袋开始飞速运转 不断权衡 就在疯子再也忍不住 想要抱住 看似摇摇欲坠 随时可能倒在地上的郑谦时 郑谦 深深吸了口烟 伸出手来 轻轻拍了拍疯子的大腿 主人 疯子感动得快哭了 还好 没事 主人一点事都没有 郑谦徒手掐灭了烟头 丢向了大竹阴招 笑着说道 喂 我已经下了第三步 你怎么还不走 难道在你们小日子下棋 没有独秒这一说吗 麻生森男看了看郑谦 又看了看大竹阴招 完全不知道 这两个人到底 在搞什么东西 大竹阴招深吸口气 攥着郑谦丢过来的烟头 微微俯首 我认输了 郑谦军 你的棋一支高超 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之外 这般强悍的棋力 我看就算是用最强大的AI来对异 恐怕也绝对不会是你的对手 输得不愿 他垂手沉吟 说出来的话一点 也不像是恭维 这 麻生森男有点不会了 今天本来不是应该和小夕早间对异吗 可是看到大竹阴招此时的模样 就好像 今天已经完成任务了似的 大竹阴招 始终在观察着郑谦的表情 他心中微微松了口气 似乎 似乎郑谦并没有看出来端倪 刚刚他有些失神 也或许是想到了什么东西罢了 我不该多想 郑谦笑起来 又点了根烟 大竹阴招 你不是在拍彩虹屁吧 大竹阴招摇了摇头 指着棋盘说道 其实你出手天元 第二手星 第三手三三 这应该是在致敬吴清源老先生吧 当年他的千古明局 就是出手三三 第二手星 第三手是天元 那个开局 可谓镇骨朔金 旷世罕见 无愧 招和其胜 知名 不错 郑谦虽然不会下围棋 他也没有买系统攻略 但 却在小时候 在福利院看电视时 恰好播放吴清源老先生的纪录片 也讲到了大竹阴招说的这盘棋 郑谦只是模糊记住了而已 在这代表小日子 最高围棋殿堂的优玄之间里 他既是想要试探 大竹阴招身上的秘密 又想要用这种方式 来致敬吴清源老先生 这是个真正热爱围棋的人 他生来就是为了围棋而生 至于他的国籍 这不该是被人诟病的地方 因为他是真正的世界公民 只是个纯粹的热爱围棋的赤子 经过大竹阴招这么一提醒 麻生森男才反应了过来 没错 郑谦的路数 的确像是在致敬招和其胜 可我即便是在致敬那位老先生 但是大竹阴招 你不妨现在就让棋院的工作人员 将我的开局录入到AI中 让他评判我的胜率是多少 如果我没猜错 恐怕无限趋近于零吧 郑谦叼着烟 饶有兴致地看着大竹阴招 还说对我不是恭维吗 主人真的是什么时候看 都很帅啊 风姿多少 也是对大竹阴招有所了解的 知道让这样一个骄傲的人当众认输 实在是个非常难受的举动 哪怕皇家武道馆 早已经高挂免战牌 不敢迎战 那也不一样 今天 可是大竹阴招 亲自在郑谦的面前 俯首认输 而且 面对郑谦的调侃 还偏偏不能够有任何微词 大竹阴招摇了摇头 认真地说道 AI判断胜率的标准 也不外乎是基于大数据 训练后的模型而已 而且所谓的胜率 也是会伴随着棋局的进行而变动 做不得数 郑谦笑着说道 那我才下了 三步你就认输 那你说说看 最后 你输了几个字呢 大竹阴招的表情 一直十分严肃 他非常认真地思索片刻 然后伸出了三根手指 最后 我会输给郑谦军三目 我们舞者的计算能力 绝对是人类的顶尖 而围棋 其实真正考验的 也是计算能力 当郑谦军宁 走出这个开局时 我就开始进行了无数遍推演 走到最后 我必定会输 而且数目过后 我 总是差三目 哈哈哈哈 郑谦仰天大笑 这个大竹阴招 还真的是会脸部红心不跳的拍马屁 仅仅是下了三步 正常来说会有无数众后续展开的路子 基数之大 就连郑谦都算不过来 那简直是天文数字 只有依靠强大的计算机才行 大竹阴招也绝对算不过来 他就是在吹牛逼 却吹得一本正经 郑谦缓起身 淡淡地看着大竹阴招 我即将离开这个国家 不希望这个小岛上存在任何变数 本来是打算 今天在这里杀了你的 但我现在改变了主意 他若有所思地说道 去美丽间吧 不准再踏进日子一步 说完 郑谦便直接推门离去 留下了潇洒的背影 风姿和林小璐飞鹰赶紧跟上 嗨 大竹阴招沉声答应 他 不答应 也不行 行也不行 可就在郑谦走出去没多久 就被眼前的少年吸引住了 世上 居然真的有这种事情吗 主人 怎么了 风姿看到郑谦忽然定在了原地 下意识问道 林小璐飞鹰摇了摇头 真的是很难想象 风姿居然真的被郑谦收拾得 这么服服贴贴 不只是平时后来喝去 十分的恭敬乖顺 甚至在耳畔总听他喊主人 真的是毛骨悚然 他 可曾是组织的女魔头啊 叫主人还能这么丝滑的吗 一般不都别人喊他是主人吗 而就在这时 他们也发现了问题所在 因为郑谦的面前 正站着一位少年 他和另一位工作人员 站在旁边 正正地看着郑谦 工作人员此时也知道了 郑谦的身份显赫 生怕他对这个日子的未来 奇谈猩猩动什么歹念 连忙活在他的身前 紧张地对郑谦解释道 这位先生 他不是 没等他说完 郑谦便摆了摆手 他微微闭上双眼 随后转头 问林小璐飞鹰 我记得 大竹鹰昭 之所以愿意来到这里 和他进行新出段的仪式赛 好像是说 在他的身上看到了 别人的影子 林小璐飞鹰点点头 他迟疑地回答 好像说是看到了 锦上鹰硕的影子 他知道 郑谦对日子历史不了解 于是又赶紧补充道 锦上鹰硕是日子的古人 历史上的奇探宗师 很厉害 虽然貌似比不得 本鹰方秀册 但也是很像的人物 此子的奇风 和锦上鹰硕 有一曲同工之妙 大竹鹰昭说 他就彭扶 是学会了 现代定式的锦上鹰硕 听闻此言 工作人员更紧张了 警惕地 看着面前的一男两女 而在场最紧张的 便是小夕早线了 他紧紧攥着 工作人员的袖口 下意识地躲在他的后面 回避着郑谦的审视 彭扶在郑谦的面前 一切的妖魔鬼怪 都无所遁形 郑谦深深地凝视着 这位少年 然后伸出手来 按在了他的头顶 不要 工作人员心中大害 这个九州人 难道是见不得 我们日子好吗 好不容易 终于出现了一个少年天才 难道他就想要 扼杀在摇篮之中 林小璐飞鹰 虽然也对小夕早见感兴趣 认为他很有可能 将来会刚顶日子的围棋 但是 他对嫂子 也就是目前 连制新武道馆的林小璐堂鼓 更是深信不疑 言听计从 他早就教导林小璐飞鹰 无论郑谦军做什么 都必须要无条件服从 哪怕他要杀光小日子 他也必须要帮忙补刀 哪怕郑谦想要了他 他也必须给 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之下 林小璐飞鹰 直接拦住了 想要上前的工作人员 甚至打算 直接打死小洗澡剑和员工 但 郑谦却摇了摇头 示意林小璐飞鹰 不必冲动 同时 他也只是淡淡看了眼 准备上前的工作人员 后者就正在了原地 一动不动 就好像 是被斩断了提线的木 小洗澡线 更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只是颤抖着任由 郑谦把手置于头顶 半晌过后 郑谦终于睁开双眼 淡淡地看着 眼前这个战战兢兢的少年 眯着眼睛询问道 你是不是几年前 去过九州的藏男 你去过 布达拉宫 不 应该不只是藏男 你去过尼泊尔 对吧 嗯 风姿和林小璐飞鹰 根本不知道 郑谦何出此言 小洗澡线怯懦地看着郑谦 迟一片刻 还是点了点头 动 林小璐飞鹰 似乎听到 郑谦的小腹丹田之处 庞腹瞬间爆发出了 巨大的能量 那股汹涌奔流 而出的气血 喷波而出 直冲头顶 就好像 在郑谦体内 流淌着一条大江大河 太可怕了 这般强悍无敌的气血 好像郑谦体内有个黄河 林小璐飞鹰 不禁后退两步 他从未真正见过郑谦出手 只是听过他和女孩子连接 但 现在只是感受到 郑谦那汹涌的气血 就知道自己 远远不是他的对手 也明白了 为什么大竹英招 在郑谦面前会 那般卑微 让他滚出小日子 连犹豫都没犹豫就答应了 郑谦君 真的还没有 勘破生死玄关吗 现在 就已经这么梦了 真的抵达那样的境界 该是怎样的恐怖 郑谦并没有杀人 他似乎只是在感受什么 然后双眼一眯 的确是起了杀心 不过 那个杀心 也仅仅是片刻升起 随后就迅速消退 没有再说什么 脸上带着奇异的微笑 率先向前走去 只留下小夕 早见正正地站在原地 唯唯懦懦 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 就连在场武功相对不错的 林小璐飞鹰 同样不知道 直到走出了奇院 坐进了车子里 他还是按捺不住好奇 郑谦笑着说道 你怎么一路上都好像触电了似的 你是不是想要问我 为什么刚才 对那个孩子动了杀心 却又为什么有了杀心 并没有出手 林小璐飞鹰 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我起的杀心 不是对他 而是对你们口中所谓的 锦上鹰硕 辞子是小日子 所以我没有必要 替你们铲除后患 若是在九州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必然不会坐视不管 密宗外教 不可动摇果本 郑谦微微闭上双眼 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 密宗外教 动摇果本 林小璐飞鹰不解地问道 郑谦君 还是不太理解 你的意思 这和小七早见 去没去过藏南 去没去过尼泊尔 有什么关系 而且 我们日子 也是有密宗传承的 郑谦点了根烟 他一边摸着疯子的大腿 一边说道 我当然知道 而且 为了对付你们日子的密宗 还特别让 我的好兄弟 不得不亲自来小日子一趟才行 这个小夕早线 或许 再过几年 就不是真正的小夕早线了 这一点 或许大竹英招也看出来了 郑谦说的云里雾里 这让林小璐飞鹰 摸不着头脑 他猝着眉头 想要问 但又怕引起郑谦的反感 郑谦闭上双眼 只是抚摸着风姿 却不打算继续解释了 因为他也不确定 今天的确是不需此行 自从见到了大竹英招之后 就发现了很多诡异的事情 有很多信息 他还需要重新梳理 他认为 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 似乎并不绝对 也让他想到了 系统妹子 那天说的话 什么此圣母比圣母 什么之前 曾经问到过他这些问题 以及燃美莲曾经见到过 近路 对了 还有主法洛 他几次都在关键时刻出现 还提到过因果 结局 忽然 郑谦睁开了双眼 对林小璐飞鹰说道 我记得 九州南北朝末期至隋朝 百计僧人从我国东渡日子 带去了很多奇门遁甲 天文历法 等到了你们这里 你们林小璐家 有没有得到相应的点击 单书一可 普通书籍也是 你可曾记得 林小璐飞鹰迷茫地摇了摇头 我不是很清楚 但的确是有几本 貌似不是什么舞蹈方面的书籍 好像是养生条理的 这件事 宗家应该知道 郑谦军可以问他 念及此处 郑谦立刻改变了 接下来的行程安排 直接让车子 开回至新舞蹈馆 第一时间召见林小璐唐谷 你可曾记得 百计僧人当初带到日子的书籍里 是否有一本叫做《招魂》 你知不知道 日子有没 有人会灌顶 林小璐唐谷是非常聪明的人 他能够掌管林小璐家 并非是因为王夫 听到郑谦这么说 他沉音片刻 然后试探地说道 郑谦军 如果我猜得没错 您 大概是怀疑 今天所见到的小夕早见 被某位高僧灌顶了是吗 林小璐唐谷瞪大了美眸 静怡不定地看着郑谦 似乎认为这太过骇人 毕竟这种事情 只是在书籍和传说中才听到过 难道 世上真有这样的事情 郑谦深深吸了口烟 陷入了沉思 的确 这件事实在是太过于骇人听闻 以至于他也不敢相信 不止如此 他在大竹阴昭身上的所见所闻 更是令自己难以置信 如果这是真的 恐怕 恐怕 会令他发现这个世界的参差 林小璐唐谷起身道 郑谦军 不如您随我来吧 在我们道场后面 有着先夫留下来的诸多点击 虽然不知道 是否有您需要的 但 看一看也是好的 那就麻烦了 郑谦说着 便立刻走上前去 当真是好似 言出法随 林小璐唐谷感觉自己的身体 彷復不受控制一样 就静止走在了郑谦的前面 开始带路 他赤着狱卒 行走在地面之上 每一步都好像是 蜻蜓点水般 轻松 自在 血液 而郑谦则是紧紧 跟在他的后面 两个人快速穿行在庭院之中 很快 便抵达了一处名为 狼环书阁的地方 到了这里 他这才停下了脚步 郑谦谦谦地说道 抱歉 因为刚刚 我的确是有些着急 很想要快些看到这些书 所以稍微动用了点小手段 希望你不要介意 现在已经到了 还请姑娘去休息吧 林小璐唐谷 本来对于他刚刚的安排 充满好奇 可紧接着 就被郑谦这几句话 弄得俏脸 微微飞红了片刻 他呀 居然直接称呼他为 姑娘 论年纪 林小璐唐谷 今年刚刚三十出头 倒也算得上是少妇 只不过保养极好 恐怕很多十八九岁的小女孩 都不一定有他的肌肤娇嫩 气色也好似少女一般 只是林小璐唐谷的气质 像极了一位美少妇而已 郑谦猜测 这大概是因为 他身份缘故导致 常年身居高位 又结过一次婚 有这种少妇的气质 不足为奇 好 郑谦军请在里面随意观看 无需客气 稍后我会让菲英过来服侍 我这就不便打扰了 林小璐唐谷微微欠身 踩着细碎的步伐 很快离开这里 望着他亲力的背影 正前微微摇头凯探 多好一个美少妇 他老公也实在是太无福销售 居然没有采鞋 让这么个极品美人守活寡 还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关系 守身如玉 倒也不知道 是好事还是坏事 又因为是林小璐家的化石人 哪怕他想要改嫁 估计都不可能 稍早些时间 小西早剑在遇到郑谦后 很快整理了情绪 然后进入到了幽玄之间 而当大竹阴招 小西早剑坐在棋盘两侧 真正开始展开对异之时 两个人都感觉到了 十二分的不自在 大竹阴招 是因为刚刚和郑谦过招 精神略显为米 难以集中精神应对 所以在下棋的时候 屡屡出现昏招 让在场众人都感觉分外惊讶 认为今天彭扶是一场闹剧 同样的 小西早剑的表现 也不是很好 他 似乎今天并没有得到 锦上英寿的庇佑 他下棋的时候 也没有让大竹阴招侧目的 惊艳一手 不 甚至更准确地说 此刻的小西早剑 表现得 简直就好像是 围棋的初学者一样 根本不配称之位 职业棋手 这让坐在一旁 观战的麻生森男 倍感错愕 甚至是震怒 小西早剑 请你好好下棋 不要辱没了 大竹阁下的器重啊 麻生森男终于忍不住了 恨铁不成钢地喝道 小西早线心神阵战 唯唯诺诺地点头 大竹阴招则是摆了摆手 他落下了最后一子 然后缓缓说道 今天的小西早线 并不是小西早线 事到如今 也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这一战 等将来有缘 再接着下吧 说完 他便缓缓起身 深深地看了小西早见一眼 不 更准确地说 是看锦上英朔 离开日子奇院之后的第一件事 大竹阴招便立刻吩咐道 马上通知皇家武道的所有人 就地解散 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 从此以后 日子再无皇家武道馆 把道之薄牙秘密带走 我们准备启程美丽间 事不宜迟 立刻安排 马上出国 再晚一些 等到郑谦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们啊 可能再也没有办法离开日子了 他的随从有些不解 一边开车 一边皱眉说道 阁下 我不明白 为什么您要如此 对郑谦敬而远之 他目前并没有堪破生死玄关 您的修为也是深不可测 其实依我看 咱们所有人都一起出手 难道还打不死郑谦 您是不是太高估他了 小主 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后面更精彩 文言 大竹音昭笑了笑 他望着窗外 缓缓说道 郑谦的实力之强 是你所无法想象的 如果他愿意 他一个人 就可以把我们道场上下 所有人都杀了 虽然他并没有 堪破生死玄关 可真实的战斗力 却完全超越了 寻常的生死玄关 这种状况我从未献过 他是古往今来 第一个 古往今来 第一个 大竹音昭 给予了郑谦无比崇高的评价 玄位堪破玄关就如此了 真的很难想象 将来郑谦 到底会成长到怎样的地步 但是 大竹音昭 同样没有完全失落 因为 在成神的方向上 并非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只要 只要自己能够重新见到 禁欲未央 就绝对没有问题 因为 道之千岁的父亲 可是那个人 想到这里 大竹音昭 甚至嘴角微微翘了起来 若是郑谦知道了 道之千岁真正的生生父亲是谁 不知道表情该是何等的精彩 真的是 一想到 就觉得让人期待 兄弟 你好香啊 崔恒在机场接到云叶熙后 两个人便共乘一辆车 前往至兴武道馆 他们二人 曾经在郑谦那次去戴婴的时候 献过一面 那时候 云叶熙提着郑谦和崔恒来到小树林 见证陈仇击杀陈德胜等人 那时候 崔恒就对这个模样俊俏的小少爷 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他身上的香气 不是那种落入俗套的香水味道 甚至 更像是身上自然散发的幽香 这两天 崔恒可谓是醉生梦死 爽得不能再爽 在千路研究所的药物帮助之下 更是如虎天意 大杀四方 让琉璃姐妹 每天都在无限满足之中度过 对她百依百顺 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今天闻到云叶熙身上的香气 倒是 别有一番滋味 嗯 崔恒立刻警惕了起来 难道是 因为那天在疯子的别墅里 被阅祖的猛男抱着睡了一晚上 开始对这种难上加难的事情 产生了某种激动 居然感觉云叶熙 愈发的眉清目秀了 不行 一定不能再有这样的念头了 想到这里 崔恒再次看向云叶熙的眼神 就变得愈发警惕 云叶熙则只是望着窗外 根本没有打算理会她的意思 简直是有病 妈的 每次看到我 都要来一句 兄弟你好像 是不是有病 更重要的是 云叶熙今次来小日子 不只是因为受到了郑谦的邀请 更重要的是 她希望向郑谦求援 因为她的此生挚爱 可能这次真的要嫁人了 她的女朋友 可能要有老公了